带蛋糕搭连航 全家竟被赶下机 从纽泽西州到堵城沁生的一家人 被捷兰航空赶下机 败姓而归 竟然只是因为一个蛋糕 Burke一家人买了奶油蛋糕以后 就带着他登机 并把它放在仓顶置物柜中 当一名空服员请他们把蛋糕移走 他们就把蛋糕放到座椅下方 但另一名空服员随即斥责他的同事 并指控父亲 Cameron Burke 不配合指示 Tamara认为他的行为很不理性 就反问他是否喝了酒 空服员气冲冲地走开 另一名空服员就请他们下机 导致两个小孩吓哭 港口局远警接着被请上飞机 现场可以听到一名远警说 这家人并没有做错事 但杰兰的代表还是要求所有人都下机 以便处置这家人 这是我们的家人 可以吃最后的一份 谢谢 我们的家人 这家人 我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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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通过 你行不行 是我小小子 你快追到我小龙儿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是在我的身上 直接 你自己公子 我只是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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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公子 我不是在外面 我不能看到 我不是在外面 但我只是在外面 I moved the cake, it's a birthday cake You are not Okay Thank you so much, sir No one's in any trouble Thank you I just need to have your ID Just for a report Sure, no problem Unfortunately, you know, it got reported to us No one did anything wrong, okay? No problem Everyone's gonna be okay And they're just gonna, unfortunately, you know, they're gonna have to rebook everyone Rebook everyone? And this is what, we're trying to avoid that This is JetBlue? JetBlue JetBlue I believe you Thank you No one's gonna need to know, buddy You're okay, alright? Don't cry, it's alright 影片中可以看到 Break家的兒子非常害怕 父親則無奈地安撫他 接著原警表示 粗不了解狀況後 在他看來 他們並沒有做錯事 他必須按照標準程序 登記父親Cameron的個資 但也保證他們不會有麻煩 只是航空公司已經要求所有人都下機 只好請他們碰河 Break一家獲得全額退費 並在隔天搭乘聯航的班機回到紐約 Cameron正考慮要提告 要求杰蘭開除那名無理的空服員 但杰蘭堅守立場 宣稱Cameron 拒絕移除蛋糕的要求 對機組人員大吼及謾罵 還對一名空服員的狀態 是否適合飛行 做出不時指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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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